台湾青年们眼睛和手机镜头都紧盯天空 一会儿功夫 一架载着逐着毛根水饮品的无人机从远处飞来 平稳降落在无人机外卖柜上 从下单到接收不到20分钟 来来来 然后这个像衣服 它就可以 你带也很方便吧 它会写怎么开 对对对 就可以回收利用两满次 好 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想说无人机配送有必要吗 就毕竟它也是增加成本东西 后来就是导览人员有提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有一些景区 它其实是不开放外卖人进去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景区的时间又很长 这个时候如果有无人机可以配送到景区点里面的话 其实对于不管是有客来说 还是景区的管理来说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一项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冯隆宜等台青参加的是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广东主题营活动 6月2日至7日 队伍的足迹遍布深圳 东莞 广州等城市 参访了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感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新可能 按照刘欣宇的说法 深圳的行程让冯隆宜经历了质疑她 理解她 爱上她的过程 从有必要吗 变成了真香 毕竟这些从天而降的外卖 配送费也和普通订单一样 据介绍 截至2023年12月底 每团无人机已在深圳 上海等城市 落地25条航线 累计完成订单数超22万 无人机不仅能当外卖小哥 还可以是表演者 汽车企业不仅能造豪华座驾 也能建设空中轨道交通 来访的台胞和上下班的员工 一同登上云霄飞车 感受比亚迪云巴 同款轨道交通已在重庆 长沙等地运行 而大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工艺 也成功吸粉 大家各有所爱当上临时车主 他们自己研发的地铁 我觉得超厉害的 因为很少应该会有企业 自己会坐地铁 就是我的认知又是一个新的视野 竟然刚刚看到一个红色那款 超跑真的太帅了 所以未来我也希望说 比亚迪能够进入到台湾 那我觉得未来有机会的话 在台湾能够更容易更好的 能够进入到大陆这边的电动车品牌 也让消费者能够接受电动车的方便 在到访的50多位台湾同胞中 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到大陆的首来族 当他们来到台商进入大陆时间最早 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东莞的时候 老乡见老乡 自然免不了要来一场台式演唱会 作为过来人 在大陆发展多年的前辈们 也将自己的亲身体验 分享给年轻一辈 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 90%到95以上 来了之后 他其实是完全改观 就不说其他的改观 光是一个我们的微信支付 这个他们其实对他们 是很shock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加上这里的一些地铁 交通 还有景观 还有就是他整个的环境 其实他们是大改观的 回去之后 其实他们会觉得下次还想来 吕纯纯刚刚在台湾 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 他在每一站的参访中 都看得很认真 这一趟行程对他来说 更具现实意义 因为他已经有了计划 希望在近期内 就能在大陆 找到他的新工作 本身在台湾是做 时尚设计跟产品设计 那也做一些场域的研究 那我希望说 有可以更多的场域 可以我们可以增进融合 然后让未来 比如说不管是学生要来 或是说我自己本身 然后我可以就是 也有一些贡献跟创造 然后可以有一些新的部分 那可能未来也有想说 就是过来这边 就是有一些 可以跟一些学校合作 然后做一些设计研究 还有这方面的发展 这样子 这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